干菜焖肉 干菜是用芥菜腌制晒干制成的 俗称煤干菜 是绍兴很著名的特产 干菜焖肉是把干菜和猪肉同烧 很富有绍兴的田园风味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是 干菜60克 猪五花肋肉400克 调料有少酒10克 白糖40克 酱油25克 红曲米5克 葱茴香桂皮 味精1.5克 这道菜的制作方法是 把五花肋肉去毛 先切成条 然后再切成小方块 放入碗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盂志愿者 李宗盛 將乾菜用清水洗淨 擠乾水分 然後把乾菜放入案板上 用刀剁幾下 然後再放入盤中 鍋中放水 燒開 然後下入肉塊焯一下 撈出來 再用清水沖一下 鍋中加水 放入桂皮 茴香 紹酒 醬油 然後再倒入焯好的肉塊 用大火燒開 然後再用小火燒至一半熟食 加入紅麴米和少許的白糖 火燒乾水 拿到桂皮 然後再用幾下 沖乾水 用筋肉的黃椒 再用筋肉的黃椒 用筋肉的黃椒 然後切成筋肉 沖乾水 沖乾水 加入味精 取一个碗,将干菜在碗底铺上一层 然后把肉块皮朝下放入干菜上面,马放整齐 再把剩余的干菜放入肉块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盖上保鲜纸,上蒸笼蒸两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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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干菜焖肉这道菜就已经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肉色枣红,油润而不腻,咸鲜可口